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议会内外 我是刘慧卿 今天我的嘉宾是张婉婷导演 最近大家都有没有看过这出戏 《岁月神偷》 在柏林影展就拿了奖 回来记者都逼爆机场去访问导演 访问监制那些演员 大家很开心 我跟张导演讲 我们香港电影业的发展 我们立法会都很支持政府当局 在这方面 如果可以的就是去 其实我自己最初都觉得 有没有搞错 打半给人去拍戏 但是看着看着 如果是做到 而且我自己就很怕那些 周身血那些 就是有些戏看 再就散 再散 我看了十分钟我起床就走了 不过有些人很喜欢 这个就没关系了 但是如果是有些有质素的片 如果政府是支持 我现在都觉得是很值得 你们业界都觉得政府这么帮一手是好 刚才说到韩国 韩国的经验 你说政府真的投放很多资源 各方面去支援 你觉得是不是有哪些东西 我们香港 是不是都可以学习一下去做的呢 他们其实有一样东西是很好的 他们首先就是在很多地铁 或者他们大型的公共空间 他们政府有的地方 宣传电影业的 那样东西其实都不需要很多钱 政府根本有些公共空间 是宣传政府的 他就会宣传电影人 或者是拍的电影那些宣传的片段 那样 就给电影人很大的尊重 就是他是很尊重他们这个行业的 就是这种尊重是令到他们全市民 都觉得这个是很令人尊敬的行业 就是不是一些蓝盗铝窗 偷鸡摸狗的东西 就是这种尊重是很重要的 就会吸引很多年轻人进入这一行的 就是觉得这一行很有前途 很受人尊重 是很适合自己发展的一个行业 这一件事其实就不像我刚才那样 我说是保护主义或者有些困难 因为香港不是一个保护主义的城市 但是帮助电影人宣传他们 或者给适当的尊重他们 令到年轻人对这个行业有兴趣 和他们入行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都是那一班 就是那些幕前也是那一班人 幕后也是那一班人 就是我们需要很多新血 就是我们需要我们的行业是要活化 那要帮忙 要优化 活化又优化 就是要化它 要化 那最重要就是有年轻有智者 就不只是投入这个什么 就是精算业 银行 投资业 他们现在的社会精英 就进入了那些经济的行业 所以雷曼之后 那些人又开始觉得这些可能是泡沫 可能对于创意这件事 他们又觉得 可能作为人生的理想都不错 那这件事是重要的 我希望你们自己业界 都就是 如果有时候说 譬如有些黑社会 或者什么 黑社会不是业界 黑社会是黑社会 黑社会 它走进来搞 就是 总而知 还有那些演员本身 都是 形象是健康一些的 如果政府说是宣传支持就容易 如果不就是说这个又吸毒 那个又什么 那就很难搞 就是我觉得两个要配合 那你宣传健康的那些 就是宣传整个这个业 这个创意这个业界 现在政府都有 他很想的 所以他现在又说 什么要活化那些工厂 因为很多工厂大厦都丟空了 我希望电影业界都给一些意见 就是政府当局 是那些丢空了的大厦 有什么可以帮电影业界去发展 是 那个都挺好的 我看到我刚刚去完石杰尾那里 看到有很多创业工业都在里面 自己整整了整行城市 整整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是吗 我觉得现在正值的经济 可能是很多泡沫的时候 我们创业行业的人 应该快点努力去争取一个 社会的一个尊重 是呀 如果你们真的做得好 可以吸引多些年轻人加入的 也好 近日都有人问我 可不可以怎么去入行 那也好 但是我们听闻 就算你们的同行来立法会说 但是他人工就好像很低 是不是 就算有些是演艺学院 那些同学 或者是毕业生 那些电视台也是很低 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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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叫那些年轻人 雖然他们都应该吃苦的 但是又辛苦 做事又要搬又要抬 钱又少 时间又不定 是的 那是不是这方面 又嫁不去 这方面可不可以改善一下 那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有些低成本的制作 譬如我们这些 真的都很惨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 如果我是年轻人 我真的有兴趣做电影业的 我就不会计较钱的 因为电影业 可能你会有很多钱的 就是可大可小的 就是有个梦想 有个梦想 可能几千万的 是的 中了jackpot 你会中jackpot的 你会做了 如果你做演员的话 你做了巨星 你的钱是完全不知怎么计好的 你扔了钱给你 捧到你前面 然后你如果做导演 或者編剧 或者什么幕后的人 你都可能突然有一部电影 好像这样 不知为什么 但是这样就赢了 你又会有 突然间又有很多钱 但是我也都不可以 就是骗你们 就是当时 当然有时候 你不可以常常在这个高位的 电影业就是个高低高低 就是你突然间又跌到谷底 你那一陣子又吃谷肿 那样 所以呢 就是你一定要很有兴趣 才好进入这一行 你真的要捱得苦 就是你捱得成功那种苦 成功都有一种苦的 就是成功你是要懂得备取的 失败更加要懂得备取的 就是懂得如何捱过失败 亦捱过成功呢 那种性格呢 你才好入行 但是呢 如果你说说 入行初初的钱是低呢 我觉得是完全不重要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 难道一出来就买房子吗 我们那时候都捱了 他们做几十年都没得买 做几十年都没得买 做几十年都没得买 现在不如这样吧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又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天才 有这样的东西要跟别人沟通的话 那就捱一下 捱到这些东西就行了 听到导演讲啊你们 只是钱而已 一定能赚到的 不要紧 记住了 我想问一下你 那个演艺学院 他都有来过 我们立法会讲话 你觉得演艺学院 或者我们其他大学 现在是否做些东西 是否足够培训到有些人才 来帮你们的行业去发展呢 我觉得就 譬如在导演和编剧那方面 他们通常都是训练这个阶层的人 就是主创人员的阶层 但是在另外一些 都是需要很多创意的范畴 例如 譬如音响设计 这个摄影指导 美术指导 那些方面 他们就 或者后期的剪接 那个都很重要的一个崗位 那些就培训不够 为什么呢 他们觉得没有需要 你们有没有跟他们说过 我们都不停地说 提过他的 大学可能 如果他们是大学的机构 通常都要读很多书 有基本的学历 以及要要 不知PASS多少科 那些要求 去到大学那些程度 人多数都自己想做导演 或者是编剧 那些比较 high profile 就是可以 怎么说 出来可以自己 可以拿主意 可以自己 把创意实施 实行出来的 那些姿势 但是那些辅助性的工作 就没有什么人选择了 首先就没有什么人选择 既然就是 我们未宣传到 大家知道每一个 环节都很重要 你看外国有些片 拍摄的东西 或者剪接的东西 都很高深 尊重的 是的 但是那些这样的 香港也是很可憐 那些辅助的行业 那些钱又不是 做到最顶碎 都不是很 夠外国那些 得到钱方面的尊重 但是那些都要好 才令到你拍到 高质素的戏 是的 所以就是 我们的行业 是真的要 擴闊一些视野 是的 鼓励多些人 做不同的部门 这些我们希望 你们业界都多些反映 多些讨论整个社会 是 令到人 有些年轻人 他都想做 或者政府 或者那些大学 演艺学院 都会想开那些班 他们有开的 但是没有人报 都有人报 但是报来帮助自己做导演 就是说你做导演 要认识所有这些 那你自己在那裡 每个都读完这些 读完之后 出来就没有人入那一行 就出来 每个都想去做导演 那你都要有人做那些东西 但是变成了就不是这样 所以比较低 或者不要说低 就是diploma的阶层 那些人 反而都有兴趣 做那些其他行业 但是那些人的质素 够不够 另外那些人 去不去到那些程度 又未知了 我们在这儿停一停 待会回来继续谈 跟我们一起的 是让我们来就会 到某一段来 м 也是 不然